耶利米书第37章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迦代替约亚靖的儿子 哥尼亚作王 西底迦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立在犹大帝作王的 西底迦和他的臣仆以及纳帝的人民 都不听从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所传的话 西底迦王差派适利米亚的儿子 尤甲和马西亚祭司的儿子西凡亚 去见耶利米先知说 请你为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祷告 那时耶利米还可以在民众中间自由行动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关进监狱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敌人听见了他们的风声 就从耶路撒冷撤退了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对差派你们来求问我的犹大王这样说 看哪 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的军队 必回到他们的埃及本地去 迦勒敌人必回来攻击这城 占领这城 放火烧毁这城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说迦勒敌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即使你们击败了那攻打你们的迦勒敌全军 他们中间只剩下一些受重伤的人 他们也必各从自己的帐篷里起来 放火烧毁这城 迦勒敌人的军队 因惧怕法老的军队 而从耶路撒冷撤退的时候 耶利米离开耶路撒冷 往汴亚敏地区 要在那里 在同乡中间取得自己的产业 他到了汴亚敏门 那里有一个守卫的长官 名叫伊利亚 是哈纳尼亚的孙子 是利米亚的儿子 他拿住耶利米先知说 你想去投降迦勒敌人 耶利米说 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去投降迦勒敌人 但伊利亚不听他 仍拿住他 把他带到众领袖那里 众领袖都恼怒耶利米 就吩咐人打他 并且把他关进间里 就是在书记约纳丹的房子里 因为他们已把这房子改作监狱 伊利米进了地牢里的一个囚房 在那里监禁了多日 后来西底加王派人去把他带出来 王在自己的宫中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来吗 伊利米回答 有 又说 你必交在巴比龙王的手中 伊利米在对西底加王说 我有什么得罪你 或你的臣仆 或这人民 你竟然把我送进监狱里呢 你们的先知曾向你们预言说 巴比龙王必不会来攻击你们和这地 他们现今在哪里呢 我主我王啊 现在求你垂听 求你容我向你恳求 不要把我送回书记约纳丹的房子去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西底加王下令 把伊利米拘留在卫兵的院子里 他们每天从饼铺间拿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里的饼都吃光了 伊利米就这样留在卫兵的院子里